来啦 32个台湾新创团队 明年将前进美国CES拉斯维加斯 消费性电子展 走入世界市场 特别找来美国矽谷 辅导过知名大厂IBM 微软的夜市团队先来特训 成立三年的台湾品牌 就希望借此将体温感测商品 拓展到全世界 今年年初的时候 刚接到了第一笔的订单 那我们现在已经出货到欧洲去了 那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个 参加西夜市的机会 我们可以拓展我们在美洲 甚至是其他国家地区的一个生意 新创团队的期盼 前进美国不止开创市场 也希望募集到上百万美元的资金 台湾新创历程起不晚 现在急起直追 跟细鼓来的夜市讨造一番 我建议给予美国的建议 是试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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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试 试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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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因为在山口中 你会很少的时间 你会跟人们聚会 因为人们很快地 说嗨 理解你的公司 然后你会让你继续 这次台湾国际队伍中 不只展出消费性产品 还有AR VR衣材设备 透过前进CES消费电子展 让更多元的商品 在国际市场上展露头角 环宇新闻 红西宇陈淑曼 台北报导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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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